喷枪工具我相信很多同学都知道 但你可能并不知道它的神仙用法 今天香香就介绍几个喷枪使用的小妙招 掌握了就能轻轻松松提升画面效果哦 学画画可不能没有软件和笔刷 最特警戒需就可以下载最新版的再安装包 和上千款好看又实用的特效笔刷 都给你们打包整理好了 渐变效果 喷枪最常用的用法就是做渐变 在铺好龟友色之后 锁定不透明像素 选择想要渐变的颜色 用喷枪直接喷刷在发烧的位置 一个带有渐变的头发颜色就做出来了 选一个比肤色更深的层色 用喷枪刷在脖子和脸颊处 就能做出脸的眉暗变化 还可以在眼睛的下方刷上一点点红色表示腮红 衣服颜色有点单调 刷上一个渐变色 再画二分就会好看很多 加深绵暗交界线 二分画完还是缺少体积感 这时候就可以用喷枪来加深绵暗交界线 锁定阴影涂层的不透明像素 选择一个更暗的颜色 沿着绵暗交界喷刷 就能轻松加强绵暗对比 而且画出来的颜色过度非常的自然 头发和衣服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处理 过度 上色过度总是很僵硬 试试用喷枪来过度吧 头发的二分画得太锋利了 会很僵硬 锁定头发独成的不透明像素 按Auto 吸取暗面的颜色 用喷枪沿着二分边缘喷刷一下 既简单又出效果 反光 反光透光用喷枪来做 效率可以直接提升好几倍 点击套索工具 把头发背面的区域都圈出来 选择一个高宝盒颜色 用喷枪从上往下刷 就能做出头发透光的感觉 脖子和衣服上也来一点点反光 这样上色一下子就变得更通透了 发光 在最后的西化阶段 如果觉得画面太暗了 可以新建一个图层 点击创建剪天蒙百 过河模式改为发光 选择一个亮橙色 用喷枪喷刷在头发的亮面 要注意画笔浓度不要调得太高了 竖纸在10左右会比较自然 脖子衣服的亮面 同样可以用这种方式一键提亮 喷枪剪辑就是上色必备的工具之一 掌握了这几种用法 不仅能提高我们的作画效率 还能很好的提升画面效果 同学们上色的时候 一定要试一试哦 最后别忘了缩紧借区 兵取学画画必备的软件笔刷大礼包 那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 或者想学的知识点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 这里是七微课 把会都在看 我是香香 我们下期再见 好 好 感谢观看